中国有个话叫笨鸟先飞 他妈妈让他早起读书 然后那个小孩说 中国有三种妈妈 一种是笨鸟先飞 然后一种是笨了就不飞 然后还有一种是自己下一个蛋 自己没飞 让自己那个蛋飞 我是在1968年出生的 在中国的甘肃省 然后在我六岁的时候 大概回到了大城市里来 我小时候的爱好很多 我喜欢画画 然后我还喜欢跳舞 当时我跳得很不好了 然后我还喜欢练武术 我的妈妈认为画画是没有用的 她不让我画 我们两个人这个矛盾很深很深的 她认为除了考第一 这个书里画这些事之外 剩下的事都是闲事 我觉得我的爸妈们 在中国人里面要求子女 那都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小孩好 这个好是要加上一个引号的 就是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舒服 他们希望的好就是要考第一 中国学校里面是这样 我的小时候 那已经是好几十年以前了 就是老师以这个谁学习好 排名次对吧 排了这个名次以后 有那个小孩胳膊上一道杠 两道杠三道杠 三道杠就是全年级的一个 打队的头了 所以大家都要争这个挂这个杠 有一次我考了我们班的第三名 我们全年级的第五名 然后结果我回家了 很高兴的回家了 把这个成绩拿出来 我的妈妈一下就翻脸了 你既然的话你能有水平给我考好 你为什么不把那三个人给我干掉 那两个人给我干掉 你为什么不考第一 你考了第三 年级第五 你还回来给我显摆 我什么可显摆的 你看你哥哥就考第一 所以他把我的就是所有的 就是想得到妈妈 那个关怀 这个葫芦一下脑袋 然后抱一抱 亲一亲的那种美好 全都给磨灭了 我就觉得我做的再好 你还是觉得你应该更好 你应该第一 我觉得从小看见我妈 对孩子那么辛苦 我就觉得我要是有一个孩子 我就要爱这个孩子 我不会打他骂他 然后让他去实现一些 我没实现的东西